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信息中心表示 周一晚间两架乌克兰水面无人机对克里米亚大脚发动了恐怖袭击 该袭击造成两名成人死亡,一名儿童受伤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 这次袭击毫无意义 因为克里米亚大脚长期以来并未用于军事运输 中方对此有何表论? 谢谢 中方关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我们希望各方致力于政治解决危机 共同推动局势缓和 中方认为有关各方应当避免袭击民用设施和民用物体 保护平民安全遵守国际人道法 中方认为有关各方应当避免袭击民用设施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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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用设断